2019年10月23日 昨天有看Facebook的KC3 《逃避開人》的節目 KC3還是要講的 昨天《逃避開人》的《日小時》的節目已經結束了 最後一集了 大家可以回到Facebook 可以再看 因為都是免費的 整集負責了出來 包括選股 昨天選股算了有儲巷 有儲巷 今天你已經開始買到的話 沒有營糕少 你也夠買一頓送的 不過正如昨天我在Facebook裡面說 都希望它有一成的勝負 不過要坐久一點 要久一點才行 很快的 好了 第二件事 今天為什麼要錄個節目呢 今天想說 第二件事想說的就是大市 大市就沒有 今天雖然跌了 但是現在去到下午3點鐘 那時還是跌200多 那就是關鍵上次27,000的位置 27,700的位置就算是升破也好 還有27,700 昨天你看過我節目都是那個位置需要 有那條阻力線是27,700的 27,700就是那個反彈的阻力 但是27,700就是通道的阻力是兩個阻力 所以上面的阻力是多的 這個就是無可置疑的 我經常都強調去到這些位置就炒市 戶就不炒市了 就是賭大市我就賭不過的 上落都賭不過了 那你要賭他的話 那一天可以就炒市了二、三、八點 那你又夾了下去 你又覺得不過癮的了 那現在買上去 我們投資又可以殺低二、三、八點 你又不過癮 那兩邊都不過癮 買又不過癮 買又不過癮 至於你想炒指數開證 我就不要建議了 或者做其次我就不要建議了 都是要等到有明確方向 方向你才去想 賭指數就好些 那反而呢 有一隻呢 我就建議可以試一下買的 就是這個 擋鐵 擋鐵我都叫擋鐵的了 就是 擋鐵呢 現在做了四十四個三 那擋鐵為什麼應該買得過呢 當然我想今天你現在去到這個 這個時刻你又上Facebook 你都知道 吹風出來就 三條七就要換人 三條七就要換人 那就是 很捨不得人的 這宗資料一出街 就肯定這宗資料就見了 那究竟誰做 陳德龍做還是唐英年做 誰做都一定比他做 所以這件事就不是圖片形態 那如果純粹看港鐵呢 港鐵的形態就沒有什麼特別 就是沒有形態的 不過呢 你四十三元的底那裏 就應該到短期找這個底 就是這麼差環境 又停車 又四十一天 港鐵的載轄量 是以短以百萬計 它收入少多少 如果 因為這宗資料 引致到那個 起碼對於政治上來說 是正面消息 所以正面消息的情況之下 那 港鐵應該 某程度上 都會找到 支持在四十三元 所以支持我一星期是四十三元 現在是四十四元 輸一元我是低度的 我純粹用低度的角度去看 上面不要貪心 當這宗資料是真的 所以我覺得 未嘗不可 今天建議就是 六十六號 港鐵 就是我的癡力 咬字不正 六十六號 港鐵 OK 那麼支持我 放了四十三元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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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